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 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 五年间梦一三次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这些日子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坐 皇后啊 这些人在这儿的身边过躁 朕本不想听她 但是这试涉皇后 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臣妾方才在暖阁门口 听得一言半句 确实与臣妾有关 那冒险方才所言 林荺彻梦一的日子有些特殊 你也都听见了 是 二十年四月二十 是景思妖王之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是永景妖王的次日 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 是皇上知道 荣平不能申育 申责臣妾的那一日 不知道林荺彻梦一的这些日子 是偏巧了 还是她与皇后真是悲喜与共啊 皇上 冒歉说 林侍卫在梦中喊的是臣妾的闺名 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也未可知 林荺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且忠心耿耿 那三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之 就算林荺彻在梦中 说出如意二字 臣妾想 林荺彻也是想祝导皇上 随心如意 倒是冒歉 你的心思不可揣测 你为何就认定 林荺彻说的如意二字 就是本宫的闺名 皇上 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 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 妾身也是心存疑虑 不敢确实 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皇上 冒歉还有物证 好 呈上来 微臣请贝勒爷安 昆宁宫的赵九霄 在这儿做什么 微臣想托贝勒爷 给玉威娘娘传个信 什么事 这 先退下 贝勒爷 玉威娘娘带着林夫人 在御前闹起来了 说皇后娘娘跟凌云彻有私 快请玉威娘娘 到养心殿去劝一劝吧 好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 我会请额娘做主的 那微臣告退了 老秦 你竟敢忘了我的箱子 你竟敢忘了我的箱子 让你稀罕得跟眼珠子似的 直到我小心翼翼地 撬开了这锁 看到了这稀罕我 皇上请看 这靴子虽是十几年的旧物 可是穿些人爱惜 针脚还犹新 可这如意云文 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蜜的鞋疑 和妾身渔夫的名字 还秀在这般隐秘的地方 可这如意云文 皇后娘娘 你可认得这靴子 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 皇上 当年在冷宫的时候 臣妾与索新深陷火海 幸得灵氏为相救 这事皇上也是知道的 索新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 替我二人向灵大人掠表谢意 是索新啊 皇上若不信 可以换索新来问 谁不知道索新 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士兵 这云文竟并不是她秀的 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 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 大多出自本宫之手 而这靴子的如意云纹 是索新秀的 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 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 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 也好 针脚御狐来办 御狐 拿去比对 是 这双靴子上的绣花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 来 怎么会这样 我